呵呵 好,第七題 有一個物體40公斤重 用推力由原來的10公斤增加到15公斤重 則物體開始運動 有沒有看到這四個字? 六個字好了 物體開始運動 這六個字很重要 所以我們發現 推動物體開始運動的那一瞬間所需要的推力最大 為什麼?這句話是告訴我什麼力? 最大力 很好,最大力摩擦力對不對? 對 這句話要告訴我的就是最大力摩擦力 推動物體的那一瞬間最大 所以最大力摩擦力是不是最大? 是不是? 是 而在物體開始運動之後 施力只需要11公斤 運動開始運動之後 施力只需要11公斤 對 這句話是什麼? 動摩擦力 是不是動摩擦力 對吧? 對 老師有人聽到我們 請頒掌到活動中心6樓 參加畢業連理預言 好,不要講話 好,不要講話 兩點,好像 好,來哪一個錯誤 第一個 推動物體那一瞬間 推動物體那一瞬間 是不是用了15公斤重 是還不是 是 好,那是不是最大力摩擦 對 所以A沒錯 再來B 動摩擦力是11公斤重 沒錯啊 C 如果物體上面再加一個20公斤重的背包 則最大近摩擦力會大於15 沒錯 因為正向力會正比於最大近摩擦力 它的摩擦力會跟正向力成正比 正向力如果越大的話摩擦力就越大 聽重點頭 再來看看豬 物體與地面的最大近摩擦力跟接觸面積成反比 是嗎 沒有關係吧 跟接觸面積大小無關 跟接觸面積大小無關 跟這個接觸面積一點關係都沒有 0 8 夾豆子比賽 夾住豆子靜止在空中的時候 豆子不會掉下來 是為什麼 因為計摩擦力等於豆子的重量 你注意看喔 這是筷子夾一顆豆子 豆子是不是會想要往下掉 那你的摩擦力在筷子上面 你後面那幾個人到底有什麼問題 一直講話 從上課講到現在都沒有停的 這個摩擦力是不是會向上 讓重力不要把豆子往下拉 對不對 是不是啊 豆子在這邊嘛 不會被往下拉 好啦 那這兩個力是不是要相等 對不對 重力是不是要跟摩擦力相等 如果摩擦力比重力還大的話 那這個豆子 你夾豆子就飛起來了 會嗎 不會吧 不會吧 如果重力比摩擦力大的話 重力是不是就把它拉下去了 所以兩個要等於它才會禁止 這樣要不要解 了解喔 因為這兩個字很重要 這兩個禁止這兩個字都代表合力等於0 6到10還有沒有 1112 9 9 很吸喔 來 摩擦力的敘述 禁止不動必受摩擦力 有嗎 水瓶桌面不受喔 你以後只要看到水瓶桌面都是沒有摩擦力喔 B 物體禁止的時候 摩擦力大於推力 對不對 進止的時候 對嗎 B 大於嗎 啊 不一定吧 摩擦力都會等於推力吧 進止呢 進止這邊應該是等於吧 不然它怎麼會 合力怎麼會等於0 C 摩擦力的方向B跟推力的方向 相 反 相同就越推越快了 相同 同樣的條件下 最大劑摩擦B大於動摩擦 對 最大劑摩擦最大 1到12還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請收起來 這是你回家的作業 對 禮拜一我要檢查 上課繼續 物質站講到哪裡 我好感動喔 痛哭流涕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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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我們老師以前很好玩耶 大家都很吵 大家都很疲 然後他就說 他就拿一個紙杯 然後說 欸 當初一隊一直在那邊鬧 然後在那邊遊樂場 然後 超吵的 然後老師就拿一個紙杯 說 欸 拿兩個紙杯 去尿尿 尿在這兩個紙杯裡面 然後他就真的去尿 尿完再回來 然後老師就說 來拿一杯我拿一杯 然後老師就這樣子 拿杯子就這樣 來 跟我做一樣的動作 拿著杯子 然後這樣 然後那個人就真的這樣 舔一下 老師就說 再一次 然後那個人就真的 再一次 然後老師就說好不好吃 然後他說好吃 結果有人說老師怎樣 老師是用棕子 老師用棕子進去拉 然後填棕子 老師用石子進去拉 然後填棕子 然後那個人用石子進去拉 然後填棕子 然後那個人用石子進去拉 然後填棕子 然後從此之後 他就超乖 他就再也不鬧了 就再也不遊樂場了 那他手指還是沾到 蛤 蛤 沾到跟吃到 對啦 沾到跟吃到 哪個比較噁心啊 太噁心 叫你沾到石子 跟叫你去吃不吃 都不要 都不要 好啦 各位史同學 我們去上課啊 昨天是不是講到壓力 壓力是不是一種力 不是 它是一種強度的單位 對不對 壓力 然後昨天是不是有講到 壓力跟什麼成正比 壓力跟什麼成正比 是不是跟垂直作用力 跟垂直作用力成正比 然後跟什麼東西成反比 是不是跟受力面積成反比 所以老師昨天已經講出了一個公式了 P等於什麼除以什麼 是不是F除以A 是還不是 是喔OK 好來 那昨天有沒有講壓力可以從哪邊產生 沒有啊 然後你幫我插一句話 壓力 有吧 有吧 固體一體氣體 OK 好那我們來講第一個 固體怎麼產生壓力 固體產生壓力 壓力的英文是什麼 最好是F啦 最好是F啦 小F才是摩擦力 為什麼 P 壓力的全部唸出來 昨天有操啊 噢 看到了 PR SS U RE 平錯喔 操到操錯喔 pressure 英文好好學啊 英文好好學啊 知不知道 我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 在那個杜拜航空當空中少爺 我們跟你講 他讀的大學叫做東海大學 私立的在台中 什麼普通 有點 現在誰也沒有大學讀 左手寫都會上大學 有跟你講 因為你是左撇子 然後咧 他就英文很好 他無時無刻都在念英文 然後他可以跟老外直接這樣聊天 然後看得懂英文的文件 結果後來他 他讀那個東海 不知道什麼什麼話 跟我鳥系的 畢業級失業的那種鳥系 他畢業之後 因為英文很好啊 然後身材都不錯 175公分 然後壯壯的這樣 帥帥的 然後就去應徵 杜拜航空 他現在在杜拜的辦公室裡面上班 他在賣石油 他在賣石油 怎麼會倒 開什麼玩笑 除非石油被挖光啊 好來 注意看 好來這張桌子上面放一個木塊 老師以前美數幾顆 美數喔 九十幾阿 九十幾 五九 那我可以就一把 批不起 批不起 好桌面上放一個木塊 我有放過 老師我要去批什麼 壓力 喔對 英文好好學啦 你國中英文那不是好好學 你高中怎麼辦 國中英文那不是好好學 你高中怎麼辦 國中英文那不是好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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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會 美國 來他的3個邊長 分別是 5 6 10 跟20 五 好這個他的長是20 他的寬10 然後他的高是5 那他分別有3個麵 3個麵分別為 第一個面A1 第二個面A2 第三個面A3 你先幫我算一下A1A2跟A3的面積分別為多少 A1有等於多少 哇好像寫太小了 好來斷幣求生 那個 啊有一個影片不是有 那個看不懂而已 A1 上面是A1 Dora 什麼Dora 上面是A1 A2 A3 好啦各位幼稚園的小朋友請不要再講話了 來A1多少 A1 A1多少 A100 弱欸A1都不會 假設就是公分 所以A1的單位是不是平方公分 A2多少 50 是嗎 弱爆了 為什麼 沒事 A3 A3多少 50 好不要哭 都不要哭 崩潰了是不是 來 來假設這一塊的重量 這個木塊的重量 木塊的重量 等於 等於 我來隨便設個 欸我不要用木塊的重量 我用木塊的密度 啊 木塊的密度 等於0.4克重 立方公分 立方公分 好 對 然後這個題目要問你 請問 你用每一個面 你用每一個面 至於桌上 至於桌上的壓力 各是多少 至於桌上的壓力 OK 這個我們下一次來編譯解答 三題喔 一題33分 然後寫名字1分 所以這張考卷是100分 好就這樣